大家好,欢迎来到网络孔子学院在线课堂 我是你们的汉语老师Shirley Hi everyone, welcome to Confucius Institute online class I'm your Chinese teacher Shirley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求职口语,职场口语 上周我们学习了第一章 求职面试 求职面试 求职面试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与人力资源部的对话 另一个是与总经理的面试谈话 我们学习了 请问 怎么称呼你 首先是人事部 人事部 学习了简历 简历 阅历 阅历 薪资 薪资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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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金 奖金 学习了 我们学习了重点的句子 请问 怎么称呼您 请问 怎么称呼您 回答是 我姓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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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职位上工作过五年 我在这个职位上工作过五年 那你的学历是什么 我是 记得老师说过那三个重点是 我是本科学历 我读管理学专业 我获得了学士学位 那当总经理问 马涛有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 马涛的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I don't have any special requests 还有就是 马涛问了总经理 公司会给员工上保险吗 然后总经理接下来给马涛介绍了一系列的保险 然后 接下来总经理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马涛说 我随时可以来上班 然后马涛又说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这节课我们就接着学习 当面试成功后 面试者马涛就要工作了 而到了新的公司 我们学习 第一个试诶 这节课的知识点也不是很多 大家跟老师读一下 读一下 密室 密室 书是 清神 密室 见外 见外 见外是什么意思呢 是regard somebody as an outsider regard somebody as an outsider 见外 不把你当自己人看 我们称作 见外 见外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give advice or comments 多多指教 当你来到 新公司的时候 你要和以前的 老员工说 请多多 多指教 请多多指教 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try once best try once best 我们汉语中叫做 尽力而为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好这件事情 try once best try once best 出来 乍到 出来 乍到 出来乍到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我们的题目是 出来乍到 我是新同事 first day ever 出来乍到 就是说 around a moment ago 刚刚来 刚刚来 新来的 我们称作 出来乍到 出来乍到 那么我们 有重点的句子 需要记住的是 第一个 欢迎加入我们公司 欢迎加入我们公司 Welcome to John S Welcome to John S 当你作为一个新员工 进入公司的时候 老员工就会对你说 欢迎加入我们公司 表示对新人的欢迎 第二个 还请你小姐多多指教 还请李小姐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刚才讲过 多多指教是指要 请别人多多给你提意见 提建议 Please give me some advice 请别人给你提建议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来看 马涛 进入公司的第一天 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呢 我们看 他和 秘书 李小姐之间的对话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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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说 马先生 您好 我叫 李源 是 谢总的 秘书 是 谢总的 秘书 马涛 说 李秘书 您好 上次我们 见过面了 上次我们 见过面了 秘书 秘书 秘书说 是啊 欢迎您加入我们公司 欢迎您加入我们公司 您 秘书在这里用了您 他表示对马涛的尊敬 尊敬和礼貌 尊敬和礼貌 欢迎您加入我们公司 欢迎加入我们公司 表示对马涛的欢迎 今天我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今天我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This is my first day here 今天是我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马涛说 又说了 出来乍到 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李小姐多多指教 出来乍到 出来乍到 刚才老师说出来乍到是刚刚到某地 刚刚到某地或刚刚接受某项任务 出来乍到 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李小姐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是 多多给我提 建议 您太见外了 您太见外了 这是我们可以说 这是对马涛的尊敬 所以you are welcome you are welcome 您太把自己当外人了 to regard somebody as an outsider as an outsider 我们继续往下看 米叔说 您就叫我李源吧 您就叫我李源吧 这里又出现了 您 您 马涛说 好的 好的 您 我们在一场生活中 尽量要多用您 这样会显得我们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那么学习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面的练习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题目 一个 请李小姐多多指教 对 是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表示多给我提些意见或建议 第二个 我们刚刚在课文的结尾 课文的结尾 李秘书说 您太 您太 见外了 您太 见外了 您太 客气了 您太 客气了 第三个 以后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 您 尽管 您 尽管 第四个 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就在左边的抽屉里 就在左边的抽屉里 第五个 第五个 机器 不错 我最怕用速度慢的老电脑 我最怕用速度慢的老电脑 下面这些老师给了选项 第一个和第二个 第一个题和第二个题 老师领大家做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三四五 需要大家回去完成 需要大家回去完成 通过读以下的课文 还有除夕新词 希望大家能尽快熟悉我们这节课学的新词 那么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希望大家回学这节课的口语 单词 还有句子 但是一定要预期下面的课文 才能做好我们的课后练习题 那么这节课我们先上到这里 再见 再见